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你认错了 少来 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就你拍那什么广告 那个假药的广告 把我妈都害成什么样了 你还有脸子在吃东西 你别走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对不起还不行吗 对不起就完了 我妈就是看你拍那广告 才去买药吃 晕了好几天了 幸亏葬送了医院 医生告诉我们 你们俩有问题 你们全是骗子知道吗 骗子 你跟我姐没有关系 你去找医药商去啊 就是她 她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姐 她可能有心脏病心脏病犯了 你赶快打电话急救 好 别动她 别动她 她有心脏病 这是典型的高腥压症状 定心脏病不同的又在于她的头部 你懂吗 你别瞎说我是护士 先把你脸上冰激凌擦干净再说吧 她的心脏病人 剩下肯定带人药了 还不快去拿水 来了来了 来来来 快 慢点 没事没事啊 我劝你们两个赶紧撤吧 那她怎么办 怎么 还想急运她一次啊 走啊 那你照顾她 没事啊 谢谢啊 那个人 有什么好拽的 我本来就知道是高学压 好了 幸好遇到这么一个人 先找地方把你的衣服洗干净再说吧 好吧 总测草干净 艾姐 你也不知道那个是假药对吧 你要是知道的话 肯定不会给他们做代言 对不对 算了 我的事啊 你就别操心了 下次要是等我见到那个假药制造商 我非给他打一种针 让他生不如死 你有男朋友了吗 哪有时间啊 你这样不行 我教你啊 女孩子啊 打扮漂亮的呢 才是资本 对 你说什么 别动了 照一照 报纸 新来的 是吗 上哪儿去 我们看病呢 我看 别上哪儿去 那不行 那不行 看病咱上大医院啊 五路公共汽车 市立医院 我跟您说这位大姐 大医院五块钱关号 这儿五十 别跟这些小人置气 太欺负了 这算了不算了 别说了 你看啊 一天了一个病人都没有 那这诊所要照这么看下去 还不得早晚得关照啊 关就关吧 咱也找个医院去挂铐 离开这糟心的地方 姐 到家了 我先走了 姐 我知道你不想回这个地方 可是 可是爷爷奶奶都很想你 你回家看爸一眼吧 明天我再找你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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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认识我是谁吗 奶奶 想死我了 爹 听话 跟奶奶回家 咱们回家 我回不去这个家 娘 为什么 为什么呀这是 我进不去这个家门 那不是我的家 这怎么不是你的家呀 你姓孟啊 老孟家的家门 永远对你是常开的 你是孟家的孙女啊 我进不去这个门 我永远都进不去这个门 姐 你别这么说 这么多年 你去看过妈妈吗 你有什么资格 不能叫我进这个家门 你妹妹她当然有资格 你们两个站在镜子前头照一照 你看看你是什么打扮 再看看你妹妹 这么多年她省吃俭用 把钱都交给家里 给你爸爸治病啊 自己舍不得 自己舍不得买一点新衣裳 她当然有资格说你 爷爷别说了 我就是要说 你说她这么多年没看过你妈 那你看过你爸爸吗 你知道这么多年 你爸爸和谁住在一个房间吗 是谁在伺候你爸爸吗 都是你妹妹呀 每天夜里 每两个钟头 都叫给你爸爸帮个身擦个身子 倒尸倒尿 书业书尸都是她呀 你看看你妹妹还有一点 孤灵的水灵的劲儿吗 爷爷你别说了 我求你了 别说了 小月 小月 明天哪 阿姨 姐回来了 她说 这两天很忙 过两天来看你 她还说 她很想你 今天啊 我在路上遇到一个流氓 你一路跟着我 都快跟到咱们医院了 那你赶紧找保安哪 用不着我是谁啊 我只是手下刘琴 下次要让我再遇见他呀 我 医生 我爸找你了 你一会儿来一趟吧 怎么了 这是谁啊 他呀 他是咱们医院 刚回来的实习医生 是赵副院长亲自带出来的 而且据说 是咱们医院的未来之心呢 来 给我一个 真是的 这是我给你买的 你拿去给谁看呢 杨宇你甭说了 俗人 你别管了啊 就不是拿去给他们看的 你好说 宝质 好朋友啊 那可真是太孝敬了 你说你回来一趟 你还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干什么呢 真是 哎呀真是 我带你去参观姥姥的诊所 是小雨呀 怎么拿这么多东西给他们家 哎 服务院长请速到接诊室 服务院长请速到接诊室 哎这位护士 什么事这么忙啊 撞到患者怎么办 对不起啊对不起 这可不能怨我 他们诚心啊 在这门口做个宝摊 要换你老爷这诊所的生意 你说这人有多坏 我就没见过比他们更坏的人 我跟你说 白眼狼 一家子白眼狼 那是什么他 没良心的东西 本来啊 好好地亲家 现在变成了 一见面就分外眼红的仇人 就这种添堵的事就没断过 你一怕你知道了难受 没敢告诉你 小璐她这些年来过吗 你妹妹一直想给两家里拉合 哪那么容易 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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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么半天你听见没有啊 小璐 小璐 我敲半天门你没听见啊 我告诉你啊 那小雨就是个白眼狼 你没这么个亲姐姐 以后你不许跟她来往 你要再跟她来往 我们就跟你断绝关系 没见过这么没良心 太气人了 就是 真是没见过这样的孩子 真是 你听见没有我说半天 不是不是不是 你说半天太不理了 闻闻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不理了她呀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走啊 我们走吧 走吧 快进来 看一看 天哪 你一个人住这儿 太奢侈了吧 这个我喜欢 我喜欢这个 这个水鸡蛋好漂亮啊 这个也好舒服啊姐 好软呀 真好看 真漂亮啊 小鹿啊 我知道你这些年受了不少苦 不苦不苦 一点都不苦 習慣了就好了 那天的事啊 是我不对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姐姐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那天是我不好了 你别往心里去 姐 你这儿真漂亮 我真想搬过来给你住几天 好啊 那你搬过来 我们三个人一起住好不好 还有谁啊 还有小姨啊 小鹿 你干吗去啊 我害怕 你怕什么呀 她又不会吃了你 我好久没见姨了 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 我心里紧张 我就是还 小鹿 好 那就赶紧把眼睛闭上 省得下着 你个死丫头啊 我看看 来 我看看 这模样变了嘛 这心也变了是不是 看就是跟她们家人一起待的 没待出好了 跟你待出好了 那当然了 你看看小雨你就知道了 差距有多大 来 过来 坐着 告诉你小鹿 你啊 以后你得学着来点事儿会 来点事儿到我这儿经常来 我好照顾照顾你 听见没 你听没听见啊 想起来了 正好她也在 带你们两个去个好地方 走 走吧 去 去哪儿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走吧 快走啊 快走啊 姐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是 你要下去吗 停车啊 小鹿干什么呀 停车啊 小鹿 停车啊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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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小鹿 你干什么呀 我不想去给你的地方 我要回家 听我说 你都多少年没有看妈妈一眼了 我不想见她 我不想见她 我要回家 你不站住 那里面关着的可是你亲妈妈呀 这么多年 你就一点都没有想过妈妈吗 我不要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 小鹿 小鹿 站住 站住 回来 连妈都不认得孩子 不要与爸 拿着 走吧 妈 不是说带小鹿一起过来吗 你跟你妈说吧 妈 妹妹她最近太忙了 本来说好了一块来看您的 又临时加班了 下次让她来看您 啊 妈 你跟姨姨聊会吧 去吧 拿着 给我回个信 好知道你活着 老平啊 你见到小龙了 他是不是还是不肯原谅我 如果现在用我的死 来换两个孩子正常人的伤活 我宁愿现在去死 姐 你看 你别老胡思乱想行吗 姐 姐 你听话 你 你别乱想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你怎么不叫我一奶奶呢 你怎么不叫我一奶奶呢 你叫我客气你就是他 小鹿 走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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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鹿 走 快点 好 谢谢啊 自在 包裹 迟到十分钟 你叫什么名字 他叫孟小鹿 扣孟小鹿一周的奖金 不不 那我就没电了 迟到就是迟到 不需要解释 好 大家都听好了啊 今后在我这儿 不管是谁犯了错 不允许辩解 错就是错了 你归对吧 这女人绝对成心 没错 小鹿 你别怕啊 我跟你说 不行啊 我就让你输到医院 给你壮胆去 咱们老孟家绝对不能输给她们 她动咱们一项 咱们动她一百项 小鹿怎么了 你猜猜他们新来的主人是谁 谁啊 何永平 她为难小鹿的 那当然了 我说什么来的 她就这家的人家啊 看着文质彬彬的 一个个出出进进的 全是一肚子坏水 一个好东西 行 老婆子你放心 你看我怎么整治他们 我观察了啊 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下午两点到四点 这四个钟头来看病的人最久 我就集中在这儿啊 我骂他四个钟头 这鸭头子用不着你 你歇着 我想你好办 用意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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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叫他说用意用意的 这不是把我这鸟给脏了口了吗 往后他还在这儿骂人呢 我该 好 姐姐 姐姐你怎么来了的 你来看我的 给你买了吃的 买了这么多啊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的 饿坏了吧 快走 今天谁值班 孟小璐 总是跟小孩似的 脾气也跟小孩似的 你上次从车上下去啊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姐 你放心吧 我命好 我们院长的车正好路过 你回来当科室主任的事 你怎么就告诉我 我发誓我不知道这件事 姨他根本就没有告诉我 小璐啊 其实我觉得 你不如趁这个机会 跟姨和好吧 其实她的心肠比谁都软 你别快快来 我就知道我说了也没有用 来身方长吧 划完了 方 方 方大夫 你怎么也不叫啊 方大夫 方大夫 你请我给你解释 方大夫 我跟你说啊 我一个星期的奖金都被扣完了 你这一笔下去我一个月都白干了 我求你了 白干你都是幸运的 如果数月代不及时更换的话 后果会是什么样 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了 我清楚我清楚 我清楚方大夫 我清楚 所以我就不及时赶过来了吗 您看您看 一秒都不差 是您提前了 我没迟到啊 您是劳动模范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谁劳动模范啊 别冷嘲这方 方大夫 方大夫 对不起啊 一名义务工作者 最重要的是认真二字 在自己的岗位上 必须做到全身管中 不能有任何闭眼休息的时候 知道吗 对对对 方大夫 你说得太对了 要不是我说你拿着水壶的话 我要是拿着本和笔的话 一定全给你记下来 你要是把这份执着 放在自己的工作上 孟小璐你不是现在这样 对 方大夫 真的 你说得特别对 你要跟我一起创厕所吗 好 好 好 亏呀你 偷什么亏呀 闭眼了 看谁闭眼了 谁闭眼了 你闭眼了 你闭眼了 那是眨眼行吗 你还不让人家眨眼了 我告诉你啊 方大夫 你是新来的 所以我不怪你了 但我劝你最好去打听打听 我孟小璐在这医院的恶名 如果你不想让这个照片 让别人看见的话 你就 明白了 医护人员应当集患者所及 不能有一点松懈 不能有一点松懈 如果每一个护士都像我这样 玩忽指手 肯定有一天会量成大凑 在此 我诚恳地对各病史的病人 和我的同事做出检讨 陛下和王云山医生表示感谢 动手了吧 这回真动手了吧 他调回医院这么多天没动你 我琢磨就不对劲 这回啊 狐狸的尾巴总算露出来了 爸 别说他那么邪乎 邪乎吗这个 九童 那小鹿都快被他们欺负死了 奶奶 没那么严重啊 别老上那头鞋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奶奶 我再给您说一次啊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们谁都别瞎掺和 小鹿 嗯 到点了 该给你爸爸翻身了 对 没事啊 这就叫蹬着鼻子上脸 欺负咱们家没人 九童 明天你上医院找他算账去 爸 我可是从来不打女人 谁让你打他了 损得寒碜他呀 人越多的时候扫他去 他们家的人哪就怕这个 对 爸 妈 我也怕 哎呦 我瞅你这点出息 光脚的不怕穿鞋子 你一大老爷们儿怕他一老姑娘干什么呀 哎 你忘了你是怎么离得婚了啊 还不都是他在后子瞎嘀咕的 就是 嗯 拿着 拿着呀 你干什么呀 我是让他牵着肝子 太医呀 那孩子再怎么说 都是咱家人 也太狠了点了吧 再怎么说他是孩子啊 你说呢 妈 这公是公私是私 你要分得清啊 那你也不至于扣他工资呀 小路本来就缺钱 行了吧你啊 就你只知道大小宝宝 本来就是 大人的事儿小孩少管 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儿 我支持永平永平做得对 我跟你说 小路啊 看起来的业务上确实是有问题 说的就是 你这么做那是为他好 永平啊 这是两千块钱 回头你给小路 爸这合适吗 你跟他说就说是老爷给的 还有老爷 还有老爷 好了 这件事以后谁也不许再提了 九号 孟九童 烧山科留主人 请速到体诊室 你来干吗 看病 你哪儿不舒服啊 心里不舒服 你是脑袋有毛病吧 孟九童 我警告你 你已经严重地干扰我工作 我可以叫保安把你封出去 保安 你就算把联合国维和部队找来 特种部队找来 我也不怕 你何永平你还潜伏到我们家小路身边了你 你还跟我玩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你 不过我告诉你 不过我告诉你 你不是什么君子 你就是小人一个 孟九童 我没有时间听你在这儿胡说八道 你赶紧走 我凭什么要走啊 我话没说完呢 你还算是小路他姨吗 你真下得去手啊 你知道小路这孩子这些年怎么过的吗 他吃了多大的苦 你遭了多少的罪 小路这孩子跟同龄的孩子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说完了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给我站住 跟你出去 你 这是医院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出去 你 我 靠小子敢跟我动手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孟九童 什么人 叔 你干什么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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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叔 没事 没事没事 这是我叔 走 这是我叔 好了 没事没事 有场误会 下来 没事 小路 小鱼他其实挺在乎你的 你就不能对他表现出那么一点点尊重吗 好了 我知道了 我们能不能不说这个话题啊 姐 我饿了 有没有什么吃的呀 别回避问题 我们是谁在回避问题 不都在回避问题 你什么意思啊 好了 好了姐 我饿了 你帮我找点吃的吧 是不是爷爷奶奶教你的 他们教你恨我恨妈妈恨这个家是不是 一家子都是小市民 嗨 你们当时是没去没看见 那人的脸色是什么颜色的 什么颜色 都绿了 当时要不是那男医生冲进来 我当时我就 你你你你怎么着啊你当时 小路 小路 不是那男医生是谁啊 叔啊 别说了 小路我跟你说啊 打不起咱躲得起啊 别往上冲 我跟你奶奶商量好了 明天咱们就上医院辞职 别在医院有的事 非在她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辞职啊 长本事了 都会递辞成的 我明明交到行政部门了 怎么落到你们手上了 赵副院长已经转交我处理了 孟小路 你知道吗 我只要在这上面一签字 你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走人 但是在此之前我很想知道 你想离开的真正理由是什么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写的不适应工作压力 是吗 你是不是适应我吧 你认为我在诚心找你茬 我在公报私仇 我在压榨你 对吗 没错啊 我就是要治你 因为你一身臭毛病 你想过吗 如果你业务好的 让我一点毛病挑不出来 我犯得着跟你较劲吗 拿去 交给任时科 陈飞走了 什么父亲养什么女儿 没出息 你说什么 你只会逃避责任哪 不许说我爸 你现在的行为 只能让我想起他呀 从今天起 我让你挑不出我一个毛病 你干什么 怎么了 不关你事 难道昨天的事你就不跟我道个歉啊 好 我刚知道 昨天那个男的是你说对吧 说话都像一个目罪里出来的 何医生是你 赵大夫都告诉我了 怎么着 你心灾乐祸啊 我可不敢 我只想要个道歉而已 嗯 微门儿 老主 我强烈要求惩治色狼月尚卿 这是此人资料 还是蛮帅的 圈里已经有三个姐妹都指认此人 这老板跟其他老板不同 手段很高明 不知将多少女人的心摧残 好 下必杀力 好 好 下必杀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叶总 你也回家啊 是啊 这么巧 我在这儿等半天了 也没有车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送我一顿呢 上那儿吧 谢谢啊 您上钩了 准备行动 别玩了 咱们怎么走啊 是左转的还是右转的还是直行 你刚才告诉我 说在前面红绿段掉头的 对 掉个头吧 下车吧 怎么样怎么样 他没带你去酒店 不可能吧 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急事啊 那 那个广告要拍多少天啊 三天 我不去了吧 钱太少了 这个是个机会啊 家要时间之后 没人敢找你 这次 是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亲自找你 那个老板叫什么名啊 月上青 是他亲自点名样的拍子 真香啊 你为什么送我花啊 我来看那病人出院了 花不能浪费啊 倒是不能浪费 这么漂亮的花丢了多可惜啊 我说什么你都信啊 鲜花配美女 我专门送给你的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太用俗了 不行不行不行 其实我挺高兴的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送我花 还叫我没你 我受宠若惊的 那以后我天天送你花好了 为什么 我追你 明天见 拜拜 冤大头啊 我是美女 孟小姐好 孟宇啊 乔经理 好久不见了 是啊 你也躲了很久 孟宇啊 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你打算什么时候 把代言费还清啊 乔经理 是你们的药品出问题在先 也不能怪我解约啊 药品好坏 那是我们的事 我只记得你是签约的 仅凭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告你 可是我的形象 也受到了损害啊 我还不知道 去跟谁要赔偿呢 你也知道损坏了形象 那再加一档子欠债的官司 我想这圈 以后你也不要再混 可是这么一大笔钱 我一下子拿不出来 那是你的事 如果一个月之内 这钱你还不上 咱只好法庭上见了 都十点了 今天肯定不会来了 肯定来 都连着送五天了 是吗 来 来 来 小陆 小陆 你那个韩剧王子男朋友 什么时候来 你别激动你 激动什么呀 什么时候来呀 谁说他是我男朋友啊 你别回我清白了行不行 他挺帅的 就是就是 还挺高的 我也想要一个 送给你们了 送给你们了 不要不要 全家走全家 不要不要 我给我给我 我给我给我 小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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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帅哥来了 不是让你别来了吗 你怎么又来了 京城所至今世为开吗 送你的 我不要 听说少律师 好含剧哦 真假的 拿着 你别来了扯扯的 我看见多不好 那能能闪个脸 重一起吃个饭 不行 我还得照顾我爸 把今天的用药记录给我 我还不想找 怎样律师追我呢 你看看你看 你看 送给我送给我 有那么好看吗 喜欢看文艺片回家看去 方 方医生 你在找什么 六号床的用药记录 在小陆哪儿 孟小陆 把六号床的用药记录给我 好 给你 这都什么烂七八糟的 碰上笑闯和花粉供应的病人怎么办 啊 全给我扔掉 好 我再打给你 哎 再见 这位先生 麻烦你以后谈恋爱的时候分分场合 这里是医院治病救人的地方 这 这 对不起啊 害你也被骂 我看 你要不然还是先走吧 他谁啊他 管得也太宽了嘛 你甭理他 那个 他跟我天生犯畅八字不合 他是不是喜欢你 故意引起你的注意啊 他喜欢我